Hello,大家好,我是Zoe 在上一個視頻呢,我跟大家一起做了一組翹臀美臀的動作 我講到了深蹲,給我們把它做對了 它是對我們的下半身最好的動作之一 今天呢,我要來給大家講一下如何把深蹲做標準 有幾個tips給大家 好,我們現在開始 首先,兩腿張開和肩膀一樣寬 為了更加平衡,你也可以張更開一些 兩腳舒服自然地站著,不用平行向前的 我平衡感還行,所以我就和肩寬一樣就好了 下蹲時膝蓋不要向外或向底伸 要直著向腳的方向去 你可以感受到膝蓋和大腳趾是對齊的 下面我要介紹兩個簡單的方法 幫你們做好標準的深蹲 不會傷到膝蓋跟腰部 第一個是借住一把椅子 像這樣輕輕地扶著椅背下蹲 不要把重量放在椅背上 下蹲時保持背是直的 不要彎也不要使勁地凹住腰部 然後我們來看腳尖 大腳趾尖是稍稍地超過椅子邊緣 進到椅子底下一點點 下蹲時膝蓋可以輕輕地碰到椅子 但是不要推到椅子 這樣可以確保你的膝蓋是不會超過你的腳尖 同時也可以確保你是使勁地用到了大腿跟臀部的力量去保持平衡 而且你的重心會在腳跟上 第二個方法是借住墻 你可以先靠著墻 想像自己是坐在一個椅子上 檢查膝蓋是沒有超過腳尖 然後讓自己的背部慢慢地離開墻 手向外伸 把重心從墻上轉移到腳跟上 然後每一次下蹲時 感覺屁股有輕輕地碰到墻面 這樣你也可以練出標準的深蹲 好,謝謝 !